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我现在呢 目前就是已经在马来西亚进行居家隔离了 那今天的影片呢 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从台湾回马来西亚行钱的一些准备 那要回家之前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买机票啦 那目前呢 有三家航空公司是从台湾回到马来西亚的 那第一家呢 就是华航 那我这次搭的航空公司就是华航 华航是每个礼拜的星期天会有航班从台北飞到吉隆坡 那第二家航空公司就是长荣航空 长荣呢 则是每个星期的礼拜五会从台北飞到吉隆坡 那第三家航空公司呢 就是星宇航空啦 星宇航空呢 就有分两个航班 第一个航班就是从台北飞到吉隆坡 那从台北飞到吉隆坡呢 是每个礼拜二以及每个礼拜五 那星宇航空他还有提供另外一个飞行航班就是从台北飞到冰城 那从台北飞到冰城的话是每个礼拜三跟每个礼拜六 那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而去挑选这些航班 那目前呢 是非常不建议大家购买马航的机票 因为马航会经常更改那个飞行时间也可能会取消班机 那大家购买完机票呢 就可以进行第二个步骤 那就是申请MySegitra App 大家可以透过App Store或者是Play Store去下载MySegitra App MySegitra App呢 就是马来西亚在疫情期间开发的一个实名制的App 那大家在回马来西亚之前呢 务必一定要将自己在台湾打过疫苗的证明上传到MySegitra App 那这样呢 马来西亚的政府才会知道你已经打了疫苗 可以加速通过你的居家隔离的申请 那大家在申请这个MySegitra App的疫苗证明的时候呢 大家要记得将自己的IC或者是护照号码填写在小还款上面 然后再将小还款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认证 那在填写那个申请资料的时候 会有一个栏位叫做疫苗号码 那大家呢 可以去下载健保快一通的App 来查询自己的疫苗号码 如果你已经成功送出资料的话 大概会需要等4到6个工作天才会收到回复 那当大家的MySegitra疫苗证明通过了之后呢 就可以进行第三个步骤那就是申请居家隔离 那申请居家隔离呢 只能在你起飞前的前10天进行申请 我会把申请居家隔离的网站贴在下面的资讯栏 大家可以到下面去查看 那申请居家隔离资料呢 需要有你的Passport IC还有机票 再来呢 就是你要隔离的房间 那个房间呢 必须一定要是套房 套房就等于说是你一定要有一个独立厕所 在你的房间里面 那除此之外呢 还要将你住在那一间家里面的家人的疫苗证明 包括打完第三疫苗或者两剂疫苗的证明呢 上传到这个申请居家隔离的网站 那要上传的档案呢 大家要自己进行一个拼接 并且呢 要压缩到不能多于250KB 那大家在申请这个居家隔离的资料的时候 要记得开启pop out的那个视窗 因为在你送出申请之后 它会需要你进行一个认证 那如果你把这个pop out的视窗关掉的话呢 那你就不会收到认证 那你的居家申请的过程就会失败 那资料送出之后呢 就要等大概五到七个工作天才会 从官方那边得到回复 那我自己的话是在起飞的三天前才收到申请 所以如果大家到起飞的前几天还没收到申请呢 其实是正常的 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就好了 居家隔离申请通过之后呢 就可以进行第四个步骤 那就是去做PCR test 那目前呢台湾有蛮多家医院有提供做自费检测的一个服务 那大家可以上网去查询看看家里附近有哪一家医院是可以让民众自行去做检测的 那我自己的话是去一个性联一室检验所做检测 那那家检验所的费用是2,990台币 然后可以在一天之内拿到报告 所以我是在起飞的前一天才去做PCR test的 那大家要记得做PCR test的时候必须要在起飞前的两个日例天去做 如果太早做的话就不能够使用 那起飞的前一天呢大家就需要将一些资料列印出来 那第一个呢就是你的机票 第二个就是PCR test的阴性证明 第三个呢就是Messageatera app的疫苗证明 第四个呢就是你的居家隔离成功的通知信 这样子就可以准备出发啦 那这次呢能够非常顺利的回家就是要感谢MIT们 MIT呢就是在台湾的一群马来西亚人 那Andy哥呢他就将这些有需要回马来西亚的人呢 就召集在一个LINE群组里面 让大家可以在上面互相的分享自己的经验 也会加速的让一些想要回家的人 更快速的能够掌握回家前需要准备的资料 还有进行什么样的申请 那如果大家最近有需要回马来西亚的话 也可以到IG那边私讯我 那我就会告诉Andy哥 请他们把你加入那个回家群里面 让你可以更加的方便以及快速的能够掌握回家前 要进行申请的文件还有资讯 最后呢就希望大家申请 都能够顺顺利利的通过 平平安安的回家 那我下一支影片呢就是关于 从台湾飞回马来西亚的Vlog 记得要留守我的频道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吧 拜拜 拜拜